那时候我们是看到鸟是很讨厌的 因为我们刚种下去很小棵的时候 它会去采 采会死掉 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晓得是谁 从一开始对动物的排斥 到现在和谐共存 林务局2021年推动的生态服务给付 是改变的起点 而随着对动物的认识加深 民众由衷兴起保育爱护的念头 今年有历史性的发展 就是有一模组织成功的在里面 想带给付了出来 重点是付了出来 从后里面它主动让小朋友 可以在里面把孩子量带 所谓生态服务给付 是指政府支付生态薪水 给愿意采取友善耕作 维护生态的农友和居民 给付标的共分为 冰围物种和重要棋地两大类 其中冰围物种原本指的是石湖 草销水榻跟水质四种 如今也正式将台湾黑熊列入 给付项目 各个乡镇只要愿意来参与 我们的冰围决种 以及亲力豪育的 我们都可以在台湾 我想说台湾不会是旧有 这种种可能的冰围决种 如果你对我们还有其他冰围决种 要纳入的 我们也很乐意的来参与 政府投入将近两亿经费 推动生态服务给付 目前共有十个县市参与此项计划 农委会表示 维护生态是为了世世代代的子孙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县市一起加入 也将努力争取更多的经费 协助居民守护 兵为动物的家 人间卫视无知恒 叶玉莹台北采访报导